艺术家庄智辉最近跟清大教授周卓慧的团队合作 将周卓慧的烛光OLED灯与庄智辉的艺术品相结合 成为作品的主要元素之一 庄智辉笑着说这样的艺术品很特别 就算眼睛看再久都不会感到疲累 我们跟庄教授已经十几年了 这次做这个是进阶版已经第五代了 它算是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是OLED灯 现在是烛光灯 所以说透过烛光的颜色有没有 把图再点缀更接近人的视觉上面的效果 所以说它对我们的眼睛是绝对的好 但是我觉得说人还是要早一点睡觉 才没有过多的伤害 因为科技带来进步 也带来一种伤害嘛 所以说烛光它本身的科技是 弥补我们的伤害 让我们更健康这样 周卓慧常年研究烛光OLED 将的照明光线中不含蓝光 对眼睛相对友善 透过光线的照明 也可以舒缓民众的情绪 对于这次与庄智辉的合作创造艺术品 周卓慧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OLED烛光的重要性 希望透过清华大学跟艺术家中央智辉的合作 把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光 不烫不热的这个烛光 然后跟它的这个艺术概念做结合 那希望开创一个新的这个艺术纪元 就说这个艺术作品白天看 跟晚上看它的感觉完全不同 然后等于是把这个艺术 带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相对的也把这个好光 带到一个心灵的层次 那就让大家知道光不只是光 那我们希望从这里出发到澎湖 然后到纽约到全世界 台湾不只是只有半导体 台湾还有全世界最好的好光艺术 艺术家庄智辉来自澎湖 他的心灵画派风格作品 有着台湾达力的美誉 这次跟周卓慧携手合作 希望用艺术品来温暖每一个人的身心灵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